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素食创意厨房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创意素食甜点 健康与美味的双重享受 二素食主义者的早餐新选择 植物性奇迹 三绿色饮品工房 清新蔬果汁的魔法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创意素食甜点 健康与美味的双重享受 在探索创意素食甜点的世界时 我们不仅是在品尝美食 更像是在进行一场 跨越时间与文化的奇妙旅行 想象一下 你穿梭在历史的长河中 从古埃及的蜂蜜甜点 跳跃到中世纪欧洲的水果派 再一路穿越到现代的素食蛋糕 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一次对人类创造力的致敬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素食甜点的健康这一面 传统甜点 常常因为使用了大量的糖 奶油和鸡蛋 而被视为不健康的象征 然而 当我们转向素食甜点时 情况就变得截然不同 想象一下 一块由天然裹斧 坚果和全穀物制成的蛋糕 不仅美味 而且富含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 这简直就像是在告诉我们 吃甜点也可以很健康哦 但是 让我们不要忘记 美味这一关键要素 有人可能会怀疑 没有了奶油和鸡蛋 甜点还能美味吗 答案是肯定的 创意素食甜点的制作 就像是一场魔法秀 厨师们用椰奶代替牛奶 用苹果酱或香蕉代替鸡蛋 创造出既满足素食主义者需求 又不失风味的美味佳肴 这不仅是对传统烹饪技巧的挑战 也是对味觉极限的探索 让我们以一款经典的素食甜点为例 素食巧克力慕斯 传统的巧克力慕斯 依赖于鸡蛋和奶油 来达到那种丝滑细腻的口感 然而 在素食版本中 我们使用被浸泡过的腰果和椰奶来替代 再加上高质量的黑巧克力 最终得到的慕斯既满足了素食的要求 口感和风味也毫不逊色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仅是在制作甜点 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实验 探索各种植物性食材的无限可能 每一次成功的创新 都是对传统烹饪观念的一次颠覆 也是对素食文化的一次致敬 总之 创意素食甜点 不仅仅是健康与美味的双重享受 更是一场文化与创新的盛宴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能够享受到美味的甜点 还能够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饮食习惯 体验人类对于食物的无限创造力 所以 下次当你品尝到一款美味的素食甜点时 不妨想一想 这背后隐藏着多少有趣的故事 和创新的灵感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主义者的早餐新选择 植物性奇迹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素食主义者的早餐选择 也在经历一场革命 这场革命的名字叫做植物性奇迹 这不仅仅是一场饮食的变革 更像是一次味蕾的冒险旅行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早餐新大陆吧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那些传统的素食早餐 在过去 素食者的早餐选择 可能局限于水果 蔬菜沙拉 全麦面包 或是豆浆等 虽然这些食物健康又营养 但长时间下来 即使是最虔诚的素食主义者 也难免会感到一丝乏味 然而 随着植物性奇迹的出现 素食主义者的早餐桌上 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想象一下 一块看起来 闻起来 甚至尝起来 都和真正的培根一模一样的植物性培根 或是一碗用植物性奶制成的 口感丝滑的酸奶 这些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场变革的背后 是食品科学家们 对植物蛋白质的深入研究和创新应用 他们利用豌豆蛋白 大豆蛋白等植物性原料 通过复杂的加工过程 模仿出了肉类和乳制品的口感和风味 这不仅仅是一场技术的革命 更是对传统饮食习惯的一次颠覆 而对于素食主义者来说 这意味着更多的选择和更丰富的味蕾体验 不再需要在健康和美味之间做出选择 因为植物性奇迹让两者可以兼得 想要一份植物性煎蛋吐司 没问题 或是一碗用植物性奶油制成的奶油蘑菇汤 轻而易举 当然 这场变革也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挑战 比如 如何向你的宠物解释 你手中的那块看起来香喷喷的肉 其实是豌豆做的 或是在朋友聚会上 如何让那些坚定的肉食主义者相信 他们刚刚赞不绝口的汉堡 其实是全植物制成的 总之 植物性奇迹 不仅为素食主义者的早餐 带来了新的选择 也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种 更加健康 可持续的饮食方式 在这个新的早餐时代 让我们拥抱植物性奇迹 享受每一天美好 健康又美味的开始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绿色饮品工坊 清新蔬果汁的魔法 在这个快节奏 高压力的现代社会 人们对健康的追求 就像是对抗重力的努力 既艰难又必要 而在这场健康追求的马拉松中 绿色饮品工坊 无疑是那个带着魔法棒的精灵 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抹清新的绿意 想象一下 一位穿着古典长袍的教授 手持一本中世纪草药学的书 站在一个装满各种蔬菜 和水果的现代厨房里 这画面是不是既专业 又带点幽默 这位教授就是我 今天我要为大家揭秘 绿色饮品工坊的魔法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 蔬果汁并不是新发明 早在中世纪 欧洲的修道院 就已经在使用各种草药 和植物制作饮品 以期望能治疗疾病 进化身体 而今天 我们所说的绿色饮品 无非是这一传统的现代演绎 但别小看了这些 看似简单的绿色饮品 它们可是拥有 不容小觑的魔法力量 首先 它们能够在你满是 咖啡因和糖分的饮食中 带来一次清新的自然风味 想象一下 在你忙碌的一天开始之前 一杯由新鲜菠菜 青苹果和柠檬 混合而成的绿色饮品 这不仅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身心的进化 其次 绿色饮品中蕴含的是 大自然的智慧 每一种蔬果 都有其独特的营养成分 比如菠菜富含铁质和维生素K 有助于血液健康 而苹果则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消化 将它们混合在一起 就像是在进行一场 营养的交响乐 为你的身体 带来全面的滋养 最后 不得不提的是 绿色饮品工房 还拥有一项特殊的魔法 它能够让人们重新连接自然 在这个数字化 城市化的时代 我们很容易与自然脱节 而通过制作和享用绿色饮品 就像是打开了一扇窗 让新鲜的空气和阳光 洒进我们的生活 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自然的美好和力量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那些 色彩斑斓的绿色饮品时 不妨想象一下 那不仅仅是一杯饮品 而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份礼物 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更是一场身心的旅行 而我们 只需愉快地接受这份魔法 让它带领我们 走向更健康 更和谐的生活 最后 我要对今天的内容 进行一个简要总结 我们探索了创意素食甜点 植物性奇迹早餐 和绿色饮品工房 这三个主题 创意素食甜点 不仅健康又美味 是对传统烹饪技巧 和味觉的挑战 植物性奇迹 为素食主义者 带来了更多选择 让健康和美味可以兼得 而绿色饮品工房 则带来了清新的绿意 让我们重新连接 自然的智慧和美好 这些主题背后 都蕴含着创新和探索的精神 是对传统的一次颠覆和致敬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不仅仅是在品尝美食 更是在体验 人类对食物的无限创造力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创意素食甜点 植物性奇迹早餐 和绿色饮品工房 有什么样的见解和体验 你们认为 健康与美味可以兼得吗 还有什么其他的创意素食 或健康食品主题 你们想了解的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